大家好 由這段影片開始 我會繼續繼續玩 另外我也會開一款新遊戲 就是民數賽車 超任 我玩這麼多款超任的賽車遊戲 我最喜歡這款 民數賽車的原因是 因為我只會玩那個Season模式 Season模式裡面 你會開著民數的車 玩完整整個全季的16個站 那民數是誰呢? 如果是老一輩的朋友 你有看Formula 1的話 你當然會知道民數是誰 但是可能比較新的或沒什麼看的人 是完全不會知道的 他是英國的Formula 1賽車手 其實也是很有名的 當然不夠Sena 舒密加那些出名 但是 保路斯當然不夠他們出名 但其實民數某程度上 都是跟他們同一代 或者是跟他們同場比賽過的車手 這款遊戲 全季16個站 就是 Copy 回到1992年賽季 1992年賽季的表現 這款遊戲是怎樣玩的呢? 現在做完的就是一個 就是 Qualify 即是 鬥那個 即是先鎖一個圈的鬥快 然後你就看到有些東西 很簡單的調教 我基本上就不調教 仍然是用回車輪 用黑 其他東西是medium 當然可以再調教 好 那 即是 綠燈開始了就 就來啦 開始了 你會見到 這個南非的賽道 基本上跟真實的南非賽道 其實是同一條 這也是我其中一個 喜歡玩這款遊戲的原因 對於舊的賽車遊戲 我比較喜歡的是 你最好看到這個事件 另外就是對手 以為真人 即是真名 即是 另外就是 那個賽道 最好都是跟真實的賽道一樣 這幾 撞到 這幾點都是 做到的 在這款民數賽車裡面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在超任的賽車遊戲裡面 這款是特別好玩的 解釋一下 在這一集 我想我多一點介紹 這遊戲的操作 大概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到 右下角 當然就是 時速 你可以調整幾多咪 或者幾多km 無所謂 右上角就是 排第幾位 每一站都會有 12架車 當然就不止12架車 真的 當年的賽車 參賽車是很多的 當年 有些車是 過不了 是進不了正賽的 會 其實現在都有的 現在就是 所謂107 如果 如果 圈速 比 最快的人 是17000 那 你就 有權 不讓你下場 開決賽 但是 那時候 很遲 名額有限 但是 因為 我們那時候 這個年代 其實我們很難有機會 去看完整場 是 通常 F1 我們都是看體育世界 剪輯的片段 他就不會剪輯的片段 給你 如果 有些 比較熟悉的 當時歷史的朋友 可以說 說 應該在記憶中 是不是應該 有些人 是 無法 在預賽中 已經輸了 所以 進不了決賽 這裏 12架 每一場 都有12架 你是有機會 Lap他們 一會見到 就會Lap 另外 就是 左手 你會見到整個賽道 所以 白點就是 你的車 所以 開起來都可以 還有 我很欣賞他們的速度感 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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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也是 用超人的手 就很OK 用Lap 其實很麻煩 因為 被人過了 那 因為那些車太慢 但他不像真實的賽車 如果真實F1賽車 你Lap他 人家就會讓他讓路給你 但這隻是不會特別讓路給你的 你要想辦法自己過 不過 不太重要 怕少少的 反而 其實 左上角 就是 握幾多圈 每場比賽都不同 我記得 有些站 因為 圈是很長的關係 你只需要握四個圈 短一點的就是 握 7個圈 甚至更多都有 然後 然後 再要說的就是 當然 在右手邊 你會看到一些黑點 黑點 其實你就理解他做的能源 或者車輪 剩下的 能夠用到幾場 距離 如果 那些黑點都用完 你就會 退出 就算你不篩出賽道的話 其實也會扣 但如果你篩出賽道 撞到那些 例如廣告牌 撞到一些 指示你轉彎的柱 那些 那些 全部是會扣的 扣到沒有了 那就死了 其實不是 因為 稍後你會看到 每個圈都有機會 入血 這個 我怕撞到他 所以我容易篩出去 可以入血 但由於 入血會浪費時間 我未必會長長入血 有些會入 有些不會入 你會看到 畫面中間對上 就是三個數字 這個圈的成績 最上就是 中間的就是 你最快的圈是多少 以及 Infront 最底的就是 你領先後面那輛車多少 或者你落後 你前面那輛車多少 現在你會看到 領先17秒 因為人家進了坡 因為人家進了坡 所以 你可以拋離他一段很遠的距離 就是18秒 但是人家進了坡之後 追你 就追得很快 所以 去到最後 其實 你也是 可能帶來他1-2秒 左右 這遊戲 我覺得有一點不好的 就是 如果你開得很快 你後面那輛車也會開得很快 所以 你最多 就算快得多誇張 你也是拋離他4秒左右 我玩了這麼久 我玩了這麼久 當你那個 車輪或車輪差不多 就叫你入坡 不過不進了 因為剩下兩個圈 即是 剩下一個半 一個半輪應該 捱到尾 而看到後面那輪也追得很近 追到12秒 所以 他會越追越近 所以 入坡的話 就會被他過頭 所以 就捱得很久 文素 在92年 這一年的賽車 基本上 他幾乎無敵 好像贏了11場 好像贏了 好像贏了9場 不記得 總之 用一個很大的優勢 去獲得那年世界冠軍 連 維高舒密加 閃娜 等等 都只能夠跟隨他後面 所以 那年 文素的風頭 是非常之厲害 前面這輛藍色車 我認得他 他很煩 因為 是一個 只有 瀕死那麼多速度 雪糕堂 但是他會阻止你 搞得後面那輛車 現在追到4秒 因為 被他篩出賽道 以及 被他頂一頂 每一站的時間 就不長 所以 我現在這樣 應該是 可能 10至15分鐘 就會沿到一站 被他追到只有2點多 不失誤 應該 不失誤 就可能 勉強頂到 你看到我只剩下半格 但是頂到 因為已經 已經 埋到直路了 那麼 我贏了第一站 跟文素一樣 文素好像那一年 一開始已經贏了五場 第一是文素 然後後面是 閃拿 麥拿倫 然後是阿里斯 遲些再介紹阿里斯 然後是 米古雪密加 只剩下後面那些 我都不認識 芬蘭夏建倫 第八就是 零木阿九里 那些遲些有機會 11就是 偏山又驚 遲些這些 有機會再說 其實我不太認識他 我也不太熟 FORMULA 1 不過我喜歡玩賽車遊戲 但是新的賽車遊戲 我又不太喜歡玩 反而一些舊的 我又會有少少興趣 特別是這隻文素賽車 所以呢 就在這裡 介紹給大家 這個第一站 我會錄完 剩下那十六站 不是 十五站 那時候 只有頭六名有分 第一名就獲十分 就不像現在 第一名可以獲25分 以及頭十名都可以獲到分數 那麼 PASSDRAC在這裡 那遲些 下一站再和大家見 拜拜